那現在那邊 上面有三張圖 前面兩張是比較刺激不足所造成的問題 第一張是特定的刺激 有時候會造成那個甲離子流失 而直接造成過激化的現象 所以過激化的問題是什麼呢? 過激化的問題是產生一種壓抑性的作用 因為我們後面才會正式談到神經系統 但是可以先提一下一個例子 我覺得這個例子應該還蠻適合解釋這個 就是那個...那個... 那個Discovery曾經有一個影片 然後他在探討那個受傷 受傷的時候人的意志力的問題 然後他舉一個例子 然後他去採訪一個女生 然後女生就叛眼 所以你在...他那種垂直掩蔽 然後沒繩索的那種...沒防護 然後就...就馬上... 就不小心呢 就爬到那個一半的時候呢 就直接甩下來 然後甩下來之後 他是大腿開放性骨折 然後是已經穿刺的那一種 也很穿很慘的 那...這當然是很嚴重的受傷 然後他又一個人去爬山 就是又犯了一個爬山的那個大忌 這一定...其實應該要有什麼犯才好 然後...再更麻煩的是他... 他沿的地方距離那個公路 然後...有一點距離 那事實上以他受傷的嚴重程度來說 其實...大部分人大概早就倒在那地方 等著...會不會回家這樣子 然後...那後來呢...他是硬撐著 他以前已經開放性骨折 就骨頭都說出來的那一種 然後他是硬撐著那個很沉重的傷痛 就是很沉重的傷勢 對不起...很沉重的傷勢 因為這跟...等一下有關係 他那個...上次研究所說他硬撐 然後慢慢拖都拖 然後拖到那個外面...那個公路上面的時候 然後那個...等到那個車子路過的時候 那個...請那個路過的車子幫他... 那個...叫那個救護車來 然後他說事實上...他從摔下來 一直到救護車來...躺上單架之前 其實他完全沒有感受到任何同學 因為他那時候只想著一件事情 他要趕快走出去 你看...可是他那時候回憶說 等到那個救護車來...然後那個救護車來... 然後...當他...躺上單架的那一刻 他發現那個傷口的痛 痛到快要忍受不下去這樣子 就是...哎呀...痛不欲生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後來有一些神經科學的學者 就在講求病 其實很有可能 當時候...你說...你看...一個大腿啊... 那個骨頭都已經穿字了 在那麼大的範圍裡面...難道都沒有痛覺神經受到刺激嗎? 肯定的 所以...他那個痛覺...傳過來大腦的訊息一定很強烈 可是為什麼他沒有感受到痛覺? 最合理的解釋就是... 當這個訊號...痛覺...受氣受到刺激 傳回到大腦的時候... 大腦很有可能... 刻意把這樣的痛覺壓下來 你看喔...那他是用意志力... 然後...很堅強的就這樣送出來 可是等到他整個身體放鬆的時候呢... 他腦部的訊號的場地又走回正常 所以這時候呢... 從那個受傷部位傳回來的這個痛覺的訊息 大腦就一定要處理 所以那時候呢... 因為那個痛... 那個傷口針太嚴重了 所以傳過來的痛覺基本上... 應該真的很難承受 好...所以...過激化... 也許在神經系統裡面... 他很有可能是一種意志力的刺激 好...然後... B的那個土的話呢... 是去激化有產生... 可是這個刺激呢... 就不夠強... 所以呢... 他的磨電位後來呢... 又回復到靜止磨電位 對不對... 刺激曾經存在... 那訊號沒有傳下去... 就是這種... 好... 那如果是C的話呢... 他累積到足夠的磨電位變化... 達到預值了... 所以呢... 這時候... 整個磨電位的變化直接往上... 補充上去... 然後到達動作電位... 好... 然後造成去激化... 緊接著... 那個... 再用再激化... 讓磨電位降回來... 所以... 這個就是有效的刺激的動作電位... 好... 那... 萬一刺激強度不夠強... 真的沒有辦法... 讓神經元幫你把訊號傳遞下去嗎? 後來發現... 也不進來... 有一些替代性的做法... 好... 如果我們去看... 一種有序的現象... 就是加乘作用... 假設這條虛線代表的是預值... 那... 原本呢... 磨電位... 變化... 刺激發生... 本來刺激發生的時候... 磨電位變化... 結果呢... 沒達預值... 後來就下來了... 好... 接隔一段時間之後呢... 再來一次... 一模一樣大小的刺激... 然後呢... 磨電位上去... 結果... 又沒達到預值... 還是再下來... 好... 它會發現... 如果你能夠在... 如果能夠在... 第一... 那個... 刺激... 前一次的刺激... 磨電位發生... 變化... 它還沒有完全... 回覆到... 近視磨電位的時候... 我換另外一個顏色... 趕快再去補一次... 你可以是... 一模一樣強度的刺激... 但是像兩次刺激呢... 從原本... 時間間隔很寬... 然後變成是... 時間有重疊... 好... 所以... 這個時候... 第二次的刺激... 可能... 就可以... 累積足夠的... 磨電位變化... 然後讓它直接... 產生多磨電位... 如果你... 第二次... 還是不夠... 比如說... 這樣... 一次不夠... 然後... 你就補第二次... 第二次再不夠... 沒關係... 趁著第二次... 消失之前... 再補第三次... 如果還不夠... 那接下來... 再補第四次... 那... 你只要... 趁著那個磨電位... 還沒有完全... 回復平衡之前... 好... 趕快... 再想辦法... 就是... 增加刺激... 從刺激重疊... 讓更多的... 那離子進來的話... 這樣... 有累積的這個效果在... 那... 所以... 這個... 就是解釋... 你為什麼... 那個... 書背一次不夠... 要背兩次... 背兩次不夠... 要背三次... 而且... 正背的當中... 一定有連續背... 你不要那個... 前面背過之後... 一個單字... 先唸個兩三次... 然後隔一個小時之後... 再來一次... 跟... 你在這一個小時之內... 連續背... 那個效果完全是不同的... 這樣... 所以記憶... 沒有加上記憶... 這個就是一個... 很好的策略... 好... 所以這種方式呢... 我們就把它稱為... 叫做... 時間加成... 那種... 283頁下面那個... V... 那個圖... 好... 那另外還有一種呢... 是屬於... 空間加成... C... 空間加成... 基本上是... 這個樣子...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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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大家可能用圖來看... 因為這個圖... 圖會看不出什麼? 假設... 訊號的方向... 訊號方向... 原難應該是這樣子... 可是 A B C 三個神經元之間有這樣的 A B 連共同接著 C 那當純粹由 A 給一個訊號給 C 的時候 就是正常的傳遞訊號 當訊號現在只有從 A 過來 然後呢 要透過 C 傳遞的時候 因為 A 跟 C 這個接觸的地方 它的面積可能不夠吧 所以 A 可能沒有辦法對 C 產生足夠的刺激作用 所以因此 這個訊號很有可能呢 過了 A 之後就到此為止 因為 雖然它會刺激 C 可是刺激的強度可能會不夠 所以你看那個 就是那個上波 刺激強度不夠 OK 所以訊號就消失 可是如果這個時候 B 可以同時送一個訊號跟 A 協調 同時送訊號進來的時候 這時候 A B 同時對 C 產生刺激 所以這時候刺激強度可能就夠 一口氣就直接讓它產生動作電位 你看 這種是可以加強作用 所以這個會面臨到 當聯絡神經元 聯絡神經元基本上 它在處理某一個訊息的時候 萬一這個訊號是有單方向來的時候 很有可能 大腦基本上是沒什麼特別反應的 所以有時候 就是閱讀的時候啊 你看 你最好用看的 又用聽的 效果最好 只用看的 效果相對會比較差 有沒有 所以這個就會可以解釋 我們在學習上面遇到的一個 就是說 如果你在做一些這種閱讀的這個過程裡面呢 又有視覺的刺激 又有聽覺的刺激 同時的話 而且這兩個刺激 都是有意義的話 那這樣雙重訊息進來 世上會比單一的這個閱讀方式 比如用聽的 或者用看的 回來就好 所以這些事上 目前在神經科學上面 都已經可以用在我們這個很生活化的例子裡面了 這種現象就叫做空間加成 所以空間加成遇到那種整合性的關係的時候 這個特別好解釋 好 一下 這邊 好的 說拌勻 好了 先聽不好了 請坐 pázza 爐 剛才 爐 巴 爐 哈 爐 屏 爐 剛才 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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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爌 我給你們看過紅蘭老師的演講 時間天成一般用來解釋 比如說有一個受氣 假設是痛覺受氣 痛覺受氣就是神經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單一次微弱此機 事實上無法讓它形成有效刺激 讓它產生動作電位 但重複性的刺激基本上 就有可能讓它的刺激長度爛到勾強 以刺激是相同性質 應該說相同性質 所以同一個神經元 那是縮小兩個刺激之間的時間間隔 讓它有刺激發生重疊或時間非常近的時候 那它就可以造成那個膜電位變化的連繫效應 OK 這是以單一神經元來看 那空間加乘是在談那個 神經系統有一個整合的特徵 就是有些神經元它可以同時接受很多個神經元來的訊息 那有時候呢 單一神經元傳過來的訊息 可能無法對它產生刺激作用 因為這個地方先提一下嘛 就是神經傳導物資才記得嘛 因為對於這個C來說的話 你要有足夠的神經傳導物資這個化學物資的刺激才夠 所以你去反過來看 如果只有A釋放神經傳導物資的話 那一些它釋放出來的量可能會造成刺激強度不足 所以如果能夠AB同時釋放化學物資 這時候那個濃度可能就比較充足 所以這時候就可以對C產生刺激作用 這樣 OK好 好 所以用學習應該比較好記得啊 就對我來說啦 真的 是他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 背直直背要直直那種的 好 那老實說真的 記憶力這種事情 你一定要趁年輕好好繼續把它營業下去 有一天跟你記憶力衰退的時候 你就會強勉感受到那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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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以後教小孩的時候 再把鳳南老師的演講再回來看看 真的可以這樣剩下不同的 相信 相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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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隨悄的問題 如果說白色這個細胞膜上面應該 這是鮮維 好 這是神經纖維 白色代表神經纖維 然後外面代表的是水翹 好 構造上面的問題 在我們已經提進講過了 現在的狀況是說 既然 膜電位的變化的關鍵 是要在細胞膜上面 有電解質進進出出 對不對 那你現在又用神經膠細胞去把神經纖維給包起來 而且是捆起來 對 我們講說如果你現在去做一個橫切 橫切面來看的話呢 那中間是神經纖維 橫切的能過 可是旁邊呢 被一大堆的細胞膜給包起來 對不對 可是細胞膜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細胞膜是 具有選擇性的 它可以控制那個清水性的物質 像那種葡萄糖胺基酸各種變解質 在進出細胞的時候 會依據細胞當下的需求 然後去做一個控環 也許是變粒擴散也許是主動運出問題 對不對 那你現在那跟假 那跟你講 如果像這種 兩個 隨鞘師間 這一個小缺孔 叫做藍式結 這個地方呢 它的細胞膜是暴露的 所以合理的推測 你現在電解質要進出 那個鈉要進來或假要出去 跟隔壁那個被神經膠細胞包起來的那個鈉要進來 假要出去 這個狀況完全就不一樣了 因為很多的水槽它把那個神經纖維這樣 穩著 就像纏那個膠布一樣 這樣一照之後呢 可能會繞個五圈 那一個扁平的細胞如果繞五圈 那就表示神經纖維外面可能總共會多了十層細胞 一層細胞膜都會有很大的討論空間的 就是物質進出的時候空置的這個空間的 你更何況是十層細胞膜 所以我們目前所看到的是 當你去想像 在這個附近有一個鈉離子 然後呢 這個附近的細胞膜呢 上面的鈉通道全面都打開 請問那個鈉是走這個路線 路線可能性比較高 還是走這個路線可能性比較高 應該很明顯吧 就算這一條路可以 可是它要通過重重障礙 等到它第一個鈉通過那個 這個地方的某一個通道的時候 這邊都不知道已經幾個鈉進來了 所以也就是說在通道打開 這個附近的細胞膜上面的鈉通道打開的時候 事實上大部分的鈉你應該只會從哪裡流入 應該只會從藍絲結這個地方 纖維的細胞膜曝露區 才有辦法進來或甲才可以出去 其他的地方也不見得真的不行 可是那個效率已經慢到說 人家早就這邊已經進來 搞不好甲都出去了 你這邊第一個鈉 搞不好都還沒有碰到那個纖維的細胞 你看 所以就造成 現在訊號如果方向 訊號如果是從這個方向來 那準備從這個方向出去 那他們發現細胞呢 似乎可以造成一個效果 當這個地方發生個去極化 然後呢 我們講 去極化是前面的一段先發生 緊接著 後面一點點的就會跟著發生 所以他發現呢 這個地方如果發生去極化 通常可以隔一個細胞時候呢 這個步驟一在這裡 然後呢 步驟一發生的去極化 就是產生動作電位的地方 會讓這一個第二個藍絲結 這個地方再發生去極化 所以下一個發生的地方 應該就在這裡 因為這個太遠了 所以不太合理 那緊接著呢 當這個地方發生摩電位改變的時候 近距離來說 跨過這個細胞 應該是他 很有可能會再發生動作電位 所以第三個應該發生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時候呢 就從第一個藍絲結 跳到第二個藍絲結 第二個再跳到第三個 然後再一次跳下去 所以有隨俏的神經纖維 目前的推論是 他在纖維上面發生摩電位改變 或動作電位的時候 應該是採用跳躍式的 不是沿著神經纖維的表面 循序漸進的這樣一直發生下去 OK啊 那這件事情到底是好還是壞 好 目前的看法是好事 因為你要兼顧兩件事情 為什麼要有隨俏 我們講 他起碼的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是絕緣 這個神經細胞的這條電線在這邊 問題是他隔壁可能還有一張電線 所以如果你不去做絕緣的話 齁 如果你不去做絕緣的話 說我給你們看過羅溫左的勇嗎 算了 等你考一下看好了 不然看著那個寫情會很不好 想要看那樣比較愉快一點的影片 所以有一個小朋友 然後他那個隨俏流失 所以絕緣融解 所以呢 就導致兩條電線短路 遺傳性了 可以啊齁 可以想像嗎 所以當我們身上神經 神經是一捆電線嘛 那你把很多條小電線捆成一捆 所以這些小電線 萬一他送訊號的最終的目標 是不一樣的欸 所以合理來說 這些小電線 是不是應該各自要各自的絕緣 對不對齁 好 所以長一點的神經細胞 他自己要獨立的水俏 這個可以讓他們在並列的時候呢 這個地方的訊號 可以跟這個地方的訊號是各自獨立的 對不對 好 那所以你要絕緣的情況之下 萬一你把整個纖維包住 那整個纖維包住 他就不能發生母電會變亂 這兩難 所以只好呢 不刻意露出一點點吐露區 那這一點點的吐露區 還不至於讓兩個纖維直接接觸 對不對 所以這是折中式下的結果 而這折中式下的結果 恰恰好 可以透過藍世傑這個構造 形成什麼 形成跳躍式傳導 所以看起來跳躍式傳導是好的 為什麼 因為你慢慢走 可能用跑的 沒有跳的 看起來用跑的比較快 所以跳躍式傳導 基本上呢 有加速 它的意義是 它可以做訊息的加速 OK嗎 好 所以如果我們用比較詳細的來看的話 你看 這個藍世傑的地方 藍世傑所在的地方 這裡會有比較正常的預知 你的膜電位呢 比較可能會在這個地方發生到 累積可以到衝出那個動作電位的這個狀態 那如果是水俏這個地方呢 它其實是因為有超乎異常的 然後呢 液質 所以 正常的 液質在這邊 然後呢 那個超乎異常的 液質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所以你膜電位再怎麼變化 恐怕也能看累積到那座山的高度 好 不見得完全不可能 可是機率可能是很低 所以如果你用液質來解釋的話 當細胞某的層次太多的情況之下 這個時候呢 它可能因為液質太高 所以根本就沒有很難有機會 在水俏所在的整個位置發生 去激化也就是動作電位 那這個現象 我們就常常叫跳躍式傳道 所以跳躍式傳道 只有在有水俏的地方可以討論 那沒有水俏的地方 那你就不用討論了 那 沒有水俏 煎雲 煎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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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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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回到剛剛這個地方的空間加強效應 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是 現在呢 兩個神經元之間 如果需要它繼續傳遞下去 主要是透過 主要是透過神經 主要是透過神經傳達物質 所以圖書這個地方 上次我們講過 到時候就有提到 首先第一個 它要包含前一個神經元的軸圖末燒 那軸圖末燒通常會有很有特色的是 它那個電線呢 到了盡頭的時候 它會有點變成像就是 有一個框框的跟貼片一樣 然後緊淋著那個下一個神經元的速度或細胞體 那中間呢 會留下 刻意留下瀰流小空隙 所以呢 還要再放花 前到神經元的小閒氣 然後 再到下一個神經元 再到下一個神經元的速度或細胞體 所以這個銜接的區域 我們就成為這個突出 那為什麼訊號可以從前一個神經元送過來 然後下一個神經元可以接受 然後繼續傳出去 所以如果我們放到其中一個部分的細節來看的話 軸圖末燒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來自於高基噬體會產生有 我來自於高基噬體會成功 那時候我來自然而防吉般溢水 再加上個技能 再加上一個高基噬體會產生生的 很多次數 Stand-Man 超級摧標的 可以透過 看到我們 那時候 會放下一個 的充統 OK 神經炎平常的時候 它會由高基屍體產生 那個含有神經傳導物質的運輸難道 OK 分泌這個細胞分泌這個部分 基本上是由高基屍體負責的 所以高基屍體平常就先把這些神經傳導物質先知道好 然後放到哪裡呢 放到靠近那個軸土末梢這個地方 所以這邊快快大大 好 那一旦膜變位 現在這裡正在發生去極化 當去極化沿著細胞膜發生到這邊 也即將到達盡頭 然後兩個神經源又不直接接觸 所以在軸土末梢這個地方的去極化 應該是啟動運輸難炮開始移動的關鍵 好 所以運輸難炮我們要被移的 就往那個軸土末梢盡頭的細胞膜移動 那應該還記得分泌作用吧 分泌作用就是運輸難炮移到那個細胞膜下面 然後跟細胞膜接觸 那因為細胞膜那個直雙層不是有一個特性嗎 就是它是流動性的對不對 靈子分子兩個膜接觸的時候 這個地方靈子分子很有可能重新排列組合了 所以這時候就發生膜融合的現象 所以當運輸難炮跟細胞膜發生膜融合的時候 就可以幫那個運輸難炮開啟的一個開口 然後所以這時候這些神經傳導物質就釋放出來 所以神經傳導物質是等軸土末梢這個地方發生動作變位 就是發生有效的刺激或驅急化 它的運輸難炮才會開始移動 神經傳導物質才會釋放出來 然後我先把這個點放大一下 那神經傳導物質會經過一個非常狹窄的這個空隙 然後很快的 也不能講很快 就是因為距離很短所以很快 不是因為在擴散速度以外 因為距離很短的關係 所以它應該在比較短的時間 就有機會到達下一個神經元的術圖 或細胞本體的表面 然後這些術圖或細胞本體的膜上面呢 應該會有神經傳導物質的手臂 好 所以兩相配合 前一個神經元的軸圖負責釋放神經傳導物質 經過短距離的擴散之後呢 它到達了下一個神經元素圖或細胞本體的細胞膜上面 去跟它的神經專一性的神經傳導物質結合之後 然後接下來透過這樣的結合引發現在呢 這附近的納離子開始進來 好 那你再回去看這個 如果說現在在短時間之內 軸圖末梢這個地方它會有很多的分支 然後這些分支的鏡頭這個地方呢 同一個時間釋放了很多神經傳導物質 同一個時間對速圖或細胞本體這個地方 以細胞大的輪廓來說 這個附近呢 同時間引發了大量的納離子進來之後 OK 它會這個細胞 下一個細胞 它會從這個地方開始 從 它記得這個詞呢 軸丘 下一個神經元通常它會從軸丘這個部位 引發屬於它自己的真正的新的一波的摩電位改變 所以這時候訊息真正是確定出去了 對 如果說現在呢 這個細胞接收了前一個神經元的刺激 電解質有流動 但是累積的量不夠 你剛剛講的刺激強度不足 那麼 你就不會看到這個軸圖出去的這個地方 起點 軸圖這個地方有任何的反應 這樣看好 所以如果這件事情發生 OK 訊號從前一個神經元正式調到下一個神經元 對不對 訊號傳遞下去 所以兩個神經元之間 訊號能夠延續下去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神經傳導物質 最近網路上有一個影片 那個圍道會來什麼三十五 有沒有看到見到嗎 有沒有 阿不是找那個 你看男主角出來現身 巴金斯斯症 他得到一個巴金斯斯症還蠻可惜的 有沒有 神經傳導物質出現問題 所以神經傳導物質基本上在神經系統上面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 那也就是說 神經系統傳遞訊息的時候 神經元上面所發生的是 魔電位的變化 用電的方式來傳達訊息 等到兩個神經元要銜接的時候 它是用化學物質 你看看 所以不是只有內分泌系統傳達訊號的時候 用化學物質 其實神經系統在傳達訊息的時候 也有用到化學物質 只是它主要是用在哪裡 它是用在兩個神經元之間銜接處 還有 如果這是一個運動神經元 當運動神經元 假設它要引發肌肉開始動作的時候 其實 運動神經元是釋放神經傳導物質 對肌肉細胞產生刺激 所以最終 訊號傳導目的地引發作用 其實還是頭頭髮學物質 所以反過來說 因為它在神經元上面用了神經衝動這個策略 可以有效的加速訊號的傳遞 那這點就是內分泌比較不足的地方 因為內分泌這個化學訊息會進入血液 所以你只能配合血液的流動的速率 你看看 神經系統它自己有電線 對不對 然後它就用電的變化 來加速這個訊息的進行 所以給你一個參考 上次不知道有沒有提過 像那種跳樣式傳導的話 一般它們估計 跳樣式傳導一秒大概可以傳100公尺 對不對 所以說那個諸羅紀世界有沒有 那隻暢龍 我們去看看 一場的巨型 最後竟然是暢龍搞定它 好 然後神經元上面的訊號傳遞速度 可以達每秒100公尺左右 可是這個地方你從化學物質釋放 化學物質刺激 刺激之後引發那個新的一波的摩定位 這個地方的訊號的轉移速度 它只有每秒0.5公尺 這裡會變成是一個很大的瓶頸 可是沒辦法 不得不這樣子做 好 這樣子做的好處呢 基本上 第一個是 我們回歸到最現實的問題 神經元有它長度的限制 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第二個 我們不是講說 當一個神經系統變得很複雜的時候 你最好讓那個訊號的傳遞是單向的嘛 所以怎麼去控制單向 這個地方也可以凸顯出 就這麼簡單 你只要這樣 假設只有軸圖才有釋放化學物質的能力 只有速度跟細胞體才有接收的能力 那麼單向馬上就解決了 因為你訊號只能從這邊劃到這邊來 你要逆向回去不行 比如說假設這個神經元 這個神經元 意外的從這個地方接收了刺激 OK啊 所以你希望這個訊號會不會直接傳回去 沒辦法 因為 速度或細胞體沒有釋放化學物質的能力 而軸圖的墨傷也沒有神經傳導物質 有接收的能力 所以你不可能顛倒過來 有沒有 所以以前不是教你們玩那個 這個最簡單的模擬就是你去摳摸這 你先摳摸下去 你看是往這邊馬還是往這邊馬 因為摳摸這個地方 很有可能是運動神經元遭受強烈的刺激 對不對 所以它就訊號只能往外傳 不會往中速神經傳 為什麼 往中速神經傳傳到脊髓這個地方 在脊髓這個地方遇到獨處的時候 它就不幫你傳回來 對不對 扣不扣到 這麼多年啊 撞到過 沒有啊 你多扣幾次真的 這多練習就可以控制那個力道跟深度 然後你可以讓它麻到這裡 或麻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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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這有一個神經 這有一個神經 這個 手肘 這個突出來的 骨頭突出來的這個地方 跟近南一點 這邊還有一個小的突出來的地方 大山小山 兩個中間的三骨 對 裡面 沒扣到嗎 正常的都會嗎 這一定沒扣到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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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邊都比較零碎一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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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對 對 對 我去找找看我那玩具含燈災 因為你下禮拜考完太無聊的話 蛤 我有一個電擊器 整個玩具那一種 就是利用以後那個 那個電壓放大 電壓放大就是電流很弱 然後貼在體物上面 然後通一項電 試試看好了 等一下 我忘記了 我不要試試看 欸 對阿 想要一個東西 有沒有家裡有那個電療禮 就是 是一個 也像闖一個 椅墊 那是可以通電的有沒有 那插電之後 然後你可以去做那個電療 我看到我朋友在用過那種東西 那據說做起來是麻麻的 有沒有 喔 效果耶 我一直對那種東西覺得好像怪怪的 有不安的感覺 所以就很少沒有去試過 蛤 不過耶 它那個電壓一定是 除非你是那種什麼 皮膚導電小模特別好啊 那個皮膚排汗量比較多的那種 來吧 接下來285頁很可怕的一個表格 欸 圖書上次有看過對不對 286頁這地方 這張圖再留意一下 這是圖書的接觸部位 所以 走圖的末梢到底可以釋放什麼樣的神經傳導物質呢 比如說 乙烯膽 乙烯膽 乙烯膽是 運動神經元所分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神經傳導物質 你的肌肉會產生收縮這個動作 就是受到乙烯膽檢的刺激 但是不一定只有出現在運動神經元 在其他的地方也可以用 某些神經元跟神經元之間的銜接處 也可以用這個 這我們後面會舉例 所以先知道這些評稱 然後接下來正腎上腺素還記得吧 我們在比較早遇到的 有另外一個地方會分泌正腎上腺素是 腎上腺隨時 腎上腺隨時兩個重要的分泌成分 腎上腺素跟正正上腺素 那腎上腺隨時是內分泌線 你看喔這個化學物質很妙喔 內分泌線會產生這個化學物質 然後我講過 在高中因為不太喜歡分那麼細 所以你姑且把腎上腺素跟正腎上腺素 先視為是同類型 那它們不是都可以促進 請教 促進動脈縮縮 有沒有 所以呢 原來神經元也會用這種東西 來做到促進那個效果 對不對 不同的分泌部位喔 不同的分泌部位 但是用這樣相同化學物質 走吧 聽夠吧 多巴胺的話 基本上 目前的研究顯示 它跟巴金生肢症的病因有息息相關 那至於巴金生肢症的病因 現在又有一套說法 前陣子好像是說什麼 微生物感染 不知道 好好好 但是 就是 病症 病症 巴金生肢症的病人 它腦部的多巴胺的分泌濃度不足 所以 這個時候就可能會導致 它的運動機能 會有受到影響 所以看到巴金生肢的走路 或者是肢體的這種協調動作 就會有一些 不是很靈活的情況 所以 那個以前 那個治療巴金生肢症的病人 有一種治標 就是給它應付短期的方法 因為它現在手腳不靈活 那乾脆它不用多巴胺 結果後來呢 在這些不用多巴胺的那個病人身上呢 發現一個 不是很好的後遺症 因為 它本來是腦部之間的神經細胞 溝通出問題 因為分泌不足嘛 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是 像你媽媽對你講話 這邊耳朵進來 這邊就出去 完全都沒有當一回事一樣 類似像這樣子 結果呢 當那個 你媽媽拿個大神功 對你講話的時候 你就會抓狂這樣子 那個 他們發現那個巴金生肢症的病人 萬一服用過多的多巴胺 會造成精神分裂 所以多餘不好 好像都是有問題 好 顯心素的話 基本上這個 應該對你會很有吸引力 它跟睡眠有關係 好 好 然後 浮胺酸的話呢 跟性分性的刺激 尤其是短期記憶 有關係 然後 天分冬胺酸也是屬於性分性的 接下來有一些抑制性的 像GAVA抑制性的 甘胺酸抑制性的 還有接下來 這個熔燈 麻醉效果第一名的腦飛 那個 看那個字眼 它的性質接近麻飛 而且要效比麻飛好 純天然 沒有症的後遺症 然後可以讓你非常快樂 而又跟記憶學習有關係 好 然後內肥它也是 它也是屬於抑制性的 然後還有加上物質第一 跟痛覺的形成有關 所以這些 大致上看一下 我們真正比較會深入介紹的是 前面兩個 會拿來舉一點例子的是多巴胺 就這樣子 但是其他的你了解一下 這個 因為現代人的疾怪 神經系統的疾病 老師說奇奇怪怪的一大堆 這個把它當嘗試 你有一點概念就好了 老師也不會考到這麼深 你有一點概念 對你是有用的 或者家裡面你是有用的 OK 就這樣 夏老師幹嘛 謝謝老師 我剛剛剛剛上一檢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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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